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有八个弧 那表示说每一个弧所占的角度是多少 360度除以8的话 每一个应该是45对不对 也就是说呢 它每一个弧所占的角度是45 那我们今天如果说要画出这个弧的话 其实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可以先在这个圆上面 先画一条线 这条线是长度 因为它90嘛 那90一半这个一半的线就是45 画一条线 利用这条线做旋转 那旋转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就是旋转过来 画出这条线跟这条线 那就会有个起点 中心点跟中点 就三点就可以定出一个弧嘛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用所谓的旋转的方式 这个线旋转上去几度呢 45的一半嘛 就是22.5 那往下也是22.5 这样旋转往上往下 这样的话呢 就会有这两条线 那利用这三条线呢 我就可以画出一个弧 画出一个弧之后呢 我就可以用什么呢 环形阵列就画出来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画的方式 我大概先画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把这个改成黑色 第一个的话 我先画一个这个76 所以我直接按DEnter 直接DEnter 然后76 先用直径的方式来画 接下来的话呢 画一条线 直接这一边画过来45 45Enter Enter之后呢 我接下来要画出 要旋转嘛 那旋转特别注意啊 有几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 直接用这个旋转 这边有个旋转 对不对 直接用选的就好 点旋转 那旋转之后呢 就选物件 选完物件之后呢 再按空白键 接下来 指定基准点 那基准点 因为你要旋转 所以就是在 左边这个端点 点下去 那接下来要CEnter 一定要复制嘛 否则的话呢 你转过去 就跑掉了 要复制一个 那 转的角度呢 多少 22.5Enter 就一条线 那再来的话呢 直接再按一个空白键 空白键就重复刚刚那个动作 一样再选它 选它之后呢 再按空白键 基准点一样选这个 然后再CEnter 那再来旋转角度应该多少呢 负22.5Enter 这样就好了 画好这两个线之后 我们就可以绘图里面有个弧 那因为我有三个点 所以点弧里面的三点 第一点在这里 第二点在这里 第三点在这里 画完这三条线呢 就可以怎么样呢 Delete 之调 Delete 之调之后呢 那这个地方我就可以用什么呢 环形正列 可以先选也可以后选 没关系 物件选好了 环形正列 中心点选这个 然后八个嘛 按确定 那这个就画出来了 那这个是第一种方式 就是用所谓的旋转来做 旋转的方式来做 这里的话我想你们先试试看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所谓的侧点 这边点 拉过来这边45 45之后呢 那刚刚这边有个旋转嘛 那除了这个方式之外 我教各位第二种方式 会常用到的就是说 所谓的侧点 那侧点就是说 这个功能喔 你第一个要先点这一条线一下 第二个就是点 你要旋转的基准点先设定好 也就是说呢 那个侧点就是 基准点就不用再选了 基准点就是它 所以你就在这个地方 点一下左键 再点一下这个点 也是左键喔 这时候会变成红色的 点一下 再点右键 也就是说 左键点一下 再点一下那个基准点 再点右键 所以左键 左键右键 这个时候就会显示出 侧点的这个选单出来 也就是说我今天呢 要做一些什么旋转啦 拉伸啦比例喔 直接可以从这个地方做 那这里就会有个旋转 我就直接点旋转 旋转之后呢 马上就可以怎么样呢 输入什么呢 输入C enter 因为我要复制嘛 对不对 C enter 那角度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利用一个方式 叫做极座标 这个先观点好了 极座标如果说我今天不输入角度 我可以用极座标 极座标这边有一个22.5嘛 点一下 直接用22.5 这时候就会出现22.5 然后呢 你就输入到22.5 这个地方输入45 Enter 它就会 等一下 它直接点就好了 它直接旋转 这个地方 角度的话呢 直接就是这个地方 极座标22.5 然后呢 直接就在这22.5 点一下就可以了 点一下之后呢 就45 那再转过来 有没有 337.5的地方 点一下 那这样就旋转完 闭闭了 按个空白键就结束了 利用测点 有的时候会比较快一点 我再做一次给各位看 你可以先把极座标 设定成22.5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测点点一下 先点成这样子 第二个再点一下这个点 它就变红色了 再点右键 旋转 旋转之后呢 22.5 看到22.5之后呢 就直接点一下 CEnter 刚刚漏掉 点一下 右键旋转 CEnter 我先给他 然后 22.5 点一下 这个方向 337.5 点一下 按空白键 跳开 这样的话呢 就画出来了 这两条线 就画出来 那接下来 当然就直接用三点 就可以把这个弧画出来 123 最后把这个线删掉就好了 这个是用测点的方式来画 我想这部分的话 你们可以试试看 测点 先点一下线 再点记住点点 变红色 按右键就会旋转 好 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到 好